你就把这个顺序定义好之后,以后的话就可以飞快的输入了 不需要,还要再点点点,这个就是4,这个就5 这个地方,TabIndex就输入5 那最后呢,它就直接不要跳这一个嘛,就跳这一个,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6,OK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后检查一下 01234,0123,这个应该是4吧 345,现在从0开始,12345吧 12345,不过它跳,干脆用0开始好了,01234,因为它的index是可以从0开始,没关系 这个数字,反正你们再改一下好了 4,然后这个5好了,OK 因为它有些会重复,可能刚刚有重复到了,它把它改过了,OK,012 那顺序OK之后的话呢,我们把它save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把它做一个储存,把它run起来 姓名,然后性别选一下 按Enter,然后1万块 Enter,5000块 Enter,2000块 Enter,有没有,直接就跳到开始计算了 然后再按一下开始计算 或甚至怎么样呢 你甚至还可以写一个程式,就是按个Enter,干脆直接就变成计算,也可以啦 不过这个可能又要再写一个程式 如果你觉得这样已经够方便,有没有 再按开始计算 它就自动怎么样,就加入了 然后你就可以重新开始,就可以下一笔了 这样感觉会比较流畅一些些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就是多一个 就是在TabIndex的地方,这边就是每一个 点每一个 这个上面的元件 就会有一个叫做TabIndex的一个标签,一个属性 那你请你把它照顺序,让它排列一下 OK吧,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